在一座大公寓里 电视机上播放着紧张刺激的西部片 众人聚惊慧神地看着追赶片段时 老白只想和教授下棋 在教授落下黑子后 老白直接翻桌不完了 他怒喷众人被电视勾走了魂 尼尔森搞不懂老白有什么毛病 气得老白直接上前转动按钮换台 一群赛车手正激烈地竞技追逐 维尼惊呼那个赛车手太帅了 老白恼怒又转动按钮 一位歌手正在里面生情病茂地演唱 老白吐槽如此美妙地歌唱成这B样 他受不了垃圾电视的摧残 来到地下室里 他缓缓走到白布面前 擦了擦像片上面的灰尘 那是年轻的维尼和老白的照片 苦闷的老白甜蜜地笑了一下 掀开白布露出了古老的机器 楼上的孩子好奇是什么东西 老白笑着回答 这是1939年的收音机 小孩从没见过这样的收音机 两人费劲地把收音机搬到房间 老白插上电打开收音机 里面传来美妙的音乐声 小孩高兴地跟着音乐节奏起舞 老白掏出一点小钱 把他赶出门 现在他能独享这美好的收音机 老白转动旋钮换台时 收音机传来沙沙的声音 直到他拍了两下 才传来了抒情的音乐 这是汤米·道尔西大乐团演奏的 《英女温柔》 听着电台的声音 老白激动鼓起掌来 正当要收听博斯少校的时段 收音机又传了沙沙的电流 直到老白从床上走过去 收音机才继续播放 突然有人敲门电台再次消失 老白无奈 开门发现 维尼站在门外 他笑着提醒 该下去吃饭了 老白抱怨 生活中被女人掌控 维尼好心被当成驴肝废弃的 转身走人 老白只好来到楼下一起吃饭 饭桌上 老白不停哼着小曲 听不下去的尼尔森 提醒老白安静吃饭 教授好奇 老白哼的什么曲子 老白说道 是汤米道尔广播的 因你温柔 一旁的布拉格 惊讶不可能 汤米道尔已经去世了 老白确信 他下午还在广播节目 两人因为这件事情吵了起来 教授见状连忙圆场 见众人不相信他 老白连忙起身 去拿小型收音机 布拉格指着老白告诉众人 他绝对疯了 尼尔森太太也庆幸维尼 没有嫁给他 这时 老白拿着收音机走进来 他不停切换 却都是最近的广播 布拉格嘲讽他 可没时间浪费 随后和众人到客厅去看电视 教授问到哪个频道 老白只记得 WPDA这个频道 他扔下垃圾小型收音机 让教授和他到房间听音乐 教授喊上一旁的维尼一同前往 两人笑着来到老白卧室 他不停调试拍打都没有信号 教授提议打个电话到电台问问 老白急忙来到房间外的电话拨通 他开口询问 WPDA频道的号码是多少 这时他脸色难看的乖到电话 老白不敢置信地看着收音机 接线员的主管表示 WPDA已经停播13年了 老白难过地问他听到的是什么 走出门的教授也给不出答案 维尼还想和老白聊聊 但见他不想搭理自己 无奈地走出门去 两人走后 收音机又能收到声音 老白还想喊两人过来 却又忍住坐下来静静收听 众人正在客厅看电视时 老白从楼上跑下来 大喊两人快来 布拉格嘲笑老旧收音机 除了杂音还能听到什么 房间里老白又在挑试收音机 那些广播突然又消失了 他向两人道歉信号没了 老白终于绷不住了 明明刚才还在演奏 为什么我每次会失去 每次有人来回来 为什么 教授 你一直在试着 我们将会听到它 当然 当然 我们将会听到它 教授走后 维尼觉得真的该和老白谈谈 他数了老白是世界上最小气可薄和坏脾气的老头 尽管他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20年 他们本来是要结婚的 老白不愿提起这件事情 维尼吼道别说话 1940年两人在这里相识 老白也是在这里向他求婚的 尽管两人想尽快完婚 但老白的母亲有病在身 一拖再拖 直到母亲去世 但一切都晚了 老白正想插嘴 被维尼阻止 他知道 老白已经不喜欢她 老白喜欢单身艺人 他们虽以措施良机 但至少老白爱过她 老白想起这些痛苦往事 皱紧眉头 他承认 曾经爱过维尼 老白听到那些声音 只是想重新回到1940年 回到年轻时代 期盼未来的美好生活 但事实是 他们已经结束了 措施良机后 再也回不去 听完长篇大论 老白绷不住了 结果维尼还以为 这都是他的幻想 他箭步打开房门 把维尼赶出去 维尼走后 老白又打开了收音机 那熟悉的声音 再次从里面传来 他开心地躺在地上 听里面的内容放声大笑 这天老白高兴地回到家中 他进到房间 发现自己的收音机不在原地 愤怒的老白知道 肯定是两人搞的鬼 维尼轻声劝说 老白急忙来到废品站里 收音机静静地躺在角落里 他正想把收音机搬走 男人走出来喊住老白 他不想和男人废话 扔下十美元 把收音机搬走 他警告男人要是他坏了 所有人都要有大麻烦 收音机又回到了熟悉的地方 老白调试一会 他又传来汤米道尔的乐团 老白感谢上帝他 没有损坏 在优美的声音中 维尼从门后冲过来 他甜蜜地听到 每周四都会播放的舞曲 而老白激动地看着眼前的爱人 他嘴里只是不停喊着维尼 随后紧紧抱住他 收音机到底是不是坏的 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 老白能重温那失去的过去